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第四集的數據女孩的中年危機 我是Amy 大家好,我是Stella 感謝大家的喜歡跟支持 也歡迎新朋友們來聽我們聊天 大家在Google百度上直接搜尋數據女孩的中年危機就可以找到我們 我們也可以在YouTube各大podcast平台 Spotify, Bilibili,小紅書,小宇宙都可以直接關注我們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內容不錯,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也請幫我們多多宣傳,我們也會更有動力的持續創作 Stella,為什麼今天還是只有我們兩個人 今天本來是有一個guest,有一個嘉賓 然後我們甚至還在小紅書上發了預告 但是呢,這位嘉賓喝醉了 喝醉了 喝醉了,然後強撐著跟我一起setup設備之後 我就整個昏死過去了 所以為了不要開空窗 Amy和我又趕緊說我們再錄一集聊一聊我的工作經驗 對,我早上收到訊息的時候覺得什麼東西你是認真的 我本來還很興奮,想說喝醉了好啊,喝醉了聊得很開心 結果還是沒有辦法準時出席,我們就下次再說 對,這就是一個非常難讓人預料的嘉賓 等到時候她上了節目聊了,大家就知道了 是一個非常非常random,但是也很有趣的人 嗯,我覺得很期待喔 她這次喝醉了,我反而更期待她來上節目 那今天我們臨時改題目喔 決定來跟Stella聊一下她之前的工作 Stella之前是做logistics的 那我對logistics真的是一窍不同 不太確定在logistics這個行業裡面工作的data science都在做什麼 好,其實logistics想到的話會是e-commerce或者做Uber,Lyft 這樣的ride share的功能的data scientist 甚至是FedEx,UPS,她可能會需要很多去做delivery的預估 那Stella之前做的是什麼樣的logistics呢? 嗯,logistics確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行業 它跟我們每個人當然也是非常相關的啦 我們在網上買東西,這些package 就到我們家也是通過logistics 我們出門的時候用Uber,用Lyft 這些也都是跟logistics相關 包括現在我們一些外賣的服務 Doordash或者是UberEats這些 也都是跟logistics相關的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行業 logistics和tech行業有比較大的不同 tech行業主要來說的話還是集中在線上 但logistics是一個非常需要落地的行業 要說players的話,這個行業裡面的players實在是太多了 我也只能說只是了解其中一部分 我可能會從我做過的e-commerce的這個角度去給大家大概講一下這整個的流程是怎麼樣的 比如說我們在Amazon上買東西或者是我們在一些獨立網站上買東西 在美國大多數這些獨立網站或者是Amazon的商家他們的產品其實還是絕大多數是從中國來的 是中國的廠商生產的 那麼他們從中國生產了之後呢就要先從廠家到港口 然後再從中國的港口到美國的港口中間就涉及到可能是海運啊或者是空運 然後再從美國的港口呢到美國當地的各個不同的warehouse 再從warehouse可能它還有一個所謂的hubspoke的這種模型 那我們今天就不講再到離你最近的一個warehouse 這個再從這個warehouse寄到你們的家這個所謂的last month delivery 這整個過程非常的複雜 當中也有非常多的不同岗位的人在其中工作 共同促成整個這個從貨物從廠商一直送到你的家門口 我們所謂的port to porch這麼一個流程 就是從港口到你的家門口 啊你家門口的porch就對了 對對我在其中做的工作呢可能更多的還是從warehouse到warehouse 就warehouse之間的這個logistics delivery 以及last mile delivery這一部分的工作 所以在這樣的e-commerce工作的話 一般會有什麼樣的職位啊 像Stella之前是做純data scientist 還是需要去現場去做很多調研 然後來做叫research scientist的工作呢 那一份工作呢也是一個startup 我在非常早期的時候 我是頭幾個data scientist進入這個公司 所以當時並不可能有這麼細的劃分 比如說你是product data scientist 你是比如說research data scientist 或者你是applied scientist 都是什麼都做沒有這麼細的劃分 所以我在這一家公司做的也是什麼都會做一點 尤其是早期的時候 比如說涉及到operations data analyst 這種類型的工作 就是我們在整個logistics operations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很多data 當然這個數據就不是像ads的數據那麼的乾淨 它需要很多很多的preprocessing 有很多的問題需要去解決 然後你把這些數據匯總了之後 根據部門的要求或者是根據c-level的 它的一些側重點然後去做一些reporting 這個工作就是繁雜並且可能不是那麼的有趣 但是也很重要也是需要做的 還有就是和其他的tech公司一樣的product data scientist 這個在logistics公司當中也是還是存在的 還有就是更侧重modeling和algorithm一些的data scientist 包括一些我們現在可能覺得比較traditional的 machine learning的projects 也是在logistics公司當中有很多data scientist在做的 那麼有一類的做modeling和algorithm的data scientist 在其他公司可能稍微少見一點的是 就是OR,operations research engineer這一類的data scientist 那他們可能主要是在做optimization 或者scheduling這一類的工作 我其實常常看到大學或者是同事 他以前是念operations research的 然後我一直就是在想說他們到底是做什麼的 為什麼現在來跟我當同事 像念這個專業的人 他去做logistics方面的data science跟ML的話 他是domain knowledge比較多嗎 還是說他比較知道一些traditional的optimization method 我對於operations research這個專業出來的人 都是充滿了敬佩,respect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本身並不是OR背景的 但是我以前的專業呢跟OR是相關的 就是我們也會學很多OR的東西 會和OR的同學們一起上課 我是覺得他們學的東西真的很難了 也不是每個學校在本科的時候都有OR這個專業 OR就是operations research 很多的學校它可能是叫industrial engineering這個專業 industrial engineering和operations research是會有一些交叉的 我在substack上面有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說不同的data scientist的崗位 其中就有開玩笑說OR engineer 他們在data science非常火之前 他們是叫OR engineer 有了data science這個term之後他們叫data scientist 現在data scientist可能不是那麼的酷了 然後他們又重新re-gain他們的title 現在又叫OR engineer 他們做很多optimization 可能是heuristics或者是數學模型 scheduling啊 然後還有很多很多 但是可能就是我剛說這兩個是更為大家所知的 他們做data science還是非常的有限天優勢的 一個是他們的數學功底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他們可能和比如說數學系 這種專業的教學來比的話 他們又會更侧重編程一些 所以我覺得還是非常非常的有優勢吧 Operations research 他們知道未來出來工作 會往logistic這個data science的方向發展嗎 還是這個是屬於一個比較新的概念 Operations research發展也有幾十年了 它最早應該是軍方 哦是軍方啊 對對對 最早是軍方 比如說作戰的時候 你的後勤的所有的這些優化和協調 Operations 對對對 然後你讀OR的時候 尤其是美國人讀OR的 有很多是當兵的 這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包括我剛才說的 我第一份在logistics的工作 當時和我合作非常緊密的 logistics ops的頭 它就是西點軍校畢業 學的就是就是operations research 哦哇哦 這些其實之前沒有想像過 也沒有仔細跟做過OR的人聊過 這些不同的崗位哦 現在logistics也發展這麼幾年 data science它的分工越來越細 一般是解決什麼問題 如果我們是從比如說在e-commerce上買東西 加上送貨的這麼一個流程來看的話呢 data scientist其實是負責非常重要的部分 比如說路径的優化 包括你在買東西的時候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買東西的網站上 它都會在你買的時候 就告訴你一個eta 就是大概你這個東西 什麼時候會到 這個也是data science的支撐 包括這個整個在送貨的過程中 所謂的first mile middle mile last mile 就每一塊的優化 也都是data science 在解決這些問題 做到route optimization的話 我就會想到其實跟地圖 比較相關 就地圖的routing上面 其實跟一般的data science 才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那這一塊是會有特別的人出來做嗎 還是他都有很多已經有的工具 可以幫助這些data scientists 迅速地完成這個eta 跟route optimization 對這個做eta也有不同的做法 那我先回答就是 剛才你問的這個問題 是不是已經有比較成熟的route optimization的工具 這個我覺得可能要具體看 每個公司它的business model是怎麼樣的 和它的具體的operations是怎麼樣的 比如說or這一塊的data scientists 他們常去的其實是航空公司 各種airlines 那如果是在這些airlines裡面的話呢 他們的很多這種optimization scheduling的問題 他還是得自己寫的 也不是說就真的是from scratch 但是他還是有很多需要去自己去build的components 但是對於中小型的tech公司 他如果設計route optimization這一塊的話 他可能還是極大程度上是在用 現成的google maps的這種API的service 或者是做的複雜一點的話 他可能會用一些solver solver這個詞 如果是or專業的人一聽到就會click 但是我們其他專業的data scientists 可能就會聽得比較少 聽不懂 對因為我也不是or專業 所以我可能沒有辦法把它講得很透彻 solver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blackbox 有一些比如說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 或什麼之類的這種 對然後他會幫你求解 有一些中小型的企業 做的稍微複雜一點 他會用到solver 但是還有很多 他就是直接用現成的各種map的API 我突然deja vu想到一些 之前master上的optimization class用的詞 老師就會在白板上寫這個mphard 屬於比較深的or的問題 或是optimization的問題 那我是不太能解答了 我甚至知道mphard大概是個什麼東西 是就知道很難 這個很難 我們聊一點接地氣一點 像logistic data scientist 一般要跟什麼樣的team交流 甚至出了公司需要跟什麼樣的subject matter expert 做交流 因為這畢竟是要真的落地跑起來的東西 logistics公司現在也有不同的類型 有的會可能更傳統一些 有一些呢所謂logistics tech 那我之前的experience 都是在類似於logistics tech 這類公司 所以可以從這個角度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day-to-day工作大概是什麼樣的 在logistics tech公司當中 你還是會有product manager 你還是要跟software engineer合作 所以這一部分其實是和一般的tech工作 的data scientist都是比較相似的 那不同的地方可能是在於 前面說到logistics的這個整個過程 它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角色去參與 所以要跟這些不同的角色去打交道 那剛才Amy你提到說 SME subject matter experts 在logistics這個行業裡面 SME真的很多 不同環節的SME都要打交道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講了大概 這整個logistics的流程是什麼樣 但是還沒有更細的去說 你每一個節點 hand off當中就涉及不同的角色 做這個algorithm 或者是modeling的data scientist 你要保證自己的東西能落地 就是要保證這些在一線的人 他願意用你的東西 所以這個工作有時候 會涉及到一些就是trust building 和persuasion 你要去說服他 你要讓他信服你 對我想上一集 我講了我做adtech 其實adtech就算落地了 他還在雲上跑 像logistics如果這個algorithm 要落地的話 確實是要直接在路上跑的 你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有一段時間 我為了要做一個scheduling algorithm 要讓這些truck drivers 去用這些scheduling algorithms 我每天都往工廠跑 要跟這些truck drivers做朋友 但是你能想像 就是做truck drivers的美國人 他一般其實可能是 不太會去接觸到 科技行業的人 那更不用說是科技行業工作的 一個外國女性 一個Asian female 所以她們在看到我的時候 會有一點排斥 還會有一點怎麼說呢 跟你沒話講 對 就沒有什麼共同話題 對於我來說 因為我也不是一個 就是會去看football的人 我跟他們也確實是 沒有什麼共同語言 所以這種trust 就完全只能建立在說 我要讓他們覺得 我做出來的東西是有用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 並且我要讓他們覺得 tech並不是一個可怕的東西 因為你知道很多 truck drivers 或者是類似的這些職業的人 因為他們接觸的少 他們會有一種恐懼心理的 是真的會覺得 AI is gonna wipe us all 是會有這種心理的人 所以要去讓他們知道說 這個東西具體是怎麼在運作的 你不太能給他們一個black box 說那你就按這個來就好了 他很重視可解釋性 你要跟他們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在這個過程當中 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之後 你再去做 比較偏black box一點的東西 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Oh Stella built this It's okay I'll trust it 就是會有這種trust building的 漫長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中 我也是做不同的project 也經歷過一些failures 包括比如說早上六點 被工廠的人打電話叫醒 他對我大喊說 你的東西根本不work 他直接打你手機找到你 對直接打我手機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陌生號碼 一接起來就是邀零 還挺有意思的經歷 像你這樣就是連customer support 也要一起做起來了 對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很多時候data scientists 如果是完全hide behind the screens 的話我覺得很難和這些 在一線工作的人建立一些connections 如果是在比較standardized的 一些工作流程當中 那可能我們會把這個東西就交給 比如說product managers 然後product managers去做這些交流 但是以我的經驗來講 和logistics ops 或者所有operations 這些的人交流的話 你作為做產品的人 你作為去寫這些model 寫這些logics的人 我覺得還是要去直接 face to face的去跟這些人 interact 尤其是在早期的時候 我覺得會更加事半功倍一點 因為你如果通過product managers 或者是通過這些ops leads 去做這些事情的話 幫你傳話的人 他並不完全了解 你是怎麼做事情的 包括在使用的人 他也還是不知道 就是這個藏在curtain之後的 這個data scientist 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還是沒有辦法 建立這種信任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就算我們做data scientist 或者是願意去勾引the field 跟大家做實際上的交流 可是你的manager 或你上面的人 可能會覺得 哇你不需要去做這件事情 但常常你如果沒有真的去的話 你沒有establish 那relationship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了解 真的問題出在哪裡的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不去boost on the field 去看去一線看的話 很多時候你直接通過這個數據 你並不知道這個數據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這個數據 data quality出了問題 你也並不能看出來 尤其是做這種operations的 你的數據非常容易出問題 與其你拿著別人給的數據 花很長很長的時間去 用不同的測試的方法 用不同的models 可能還不如你去一線看一看 到底是怎麼回事 建立一個直覺 這樣對做model和做algam 我覺得也是很有幫助 但是這個過程很累 真的非常辛苦 所以好幾個月嗎要去 這個也可能和不同的崗位有關 我比較幸運的是 我們的客戶就是 自己公司內部的其他部門 所以離的也不是很遠 基本上你想去就去 你問什麼人家也會說 不會覺得說 你是一個三-party vendor 有些話我不敢跟你講 所以這方面還是要順暢很多 有一些logistics tech的公司 是為客戶服務的 對對為別人服務的 那種的話 我覺得可能就會更難一些 那就有更多politics 跟複雜的關係 對 那既然投入了這麼多的時間 為什麼現在離開logistics行業呢 我覺得logistics行業 還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行業 我是很希望這個行業有大的突破 有big breakthrough 因為現在比如說這個 last tomorrow的問題 或者比如說國內外賣小哥的 這種送貨的方式 我始終還是覺得 不是真正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是覺得我現在自己沒有這個能力 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我非常希望 有能力的人去解決這些 帶來很多inefficiency和社會問題的 然後我們data scientist 可以出一份力的地方去努力 但是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講 我做的時間長了 我確實是也沒有很多的新鮮感 我這個人就是 如果工作對於我來說 沒有新鮮感的話 我真的是每天上班跟上粉一樣 就很難受 那跟我有點像 對對我們都是需要新鮮刺激的人 還有就是現在 尤其是在美國 這個tech recession的影響下 logistics tech 也真的是非常的艱難 因為logistics 它本身就是一個 stain margin的行業 你只有規模做到一定大了 你才有這種規模效應 你才可能去profit 那這個就要求 你前期要投入大量的capital 大量的資金去做這件事情 那在這個現在 大家都收緊的這個狀態下 就很難拿到這麼多錢 前幾年的時候呢 money was cheap 那個時候可能做logistics tech 還是不錯的 現在就是越來越難 這個行業不斷的在收縮 近半年近一年 看到很多初創公司 一些logistics tech的startup 都沒有活下來 也都是處於這個大背景下 做logistics and data scientists 他們遇到的 常遇到的困境是什麼 例如有些事情就是卡住了 因為產業的一些restriction 他就沒有辦法再move on了 還是很多東西可能做久了 其實都沒有辦法落地 我覺得做logistics的data scientist 一般來說遇到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data quality的問題 它不像做ads 你的數據都是在線上產生的 很多數據它是要經過人手的 你只要有這個human touch 那你就非常的error prone 會有很多出問題的可能 那這個data quality可能就是第一道難關吧 嗯 還有就是你剛才hint的 可能會有很多regulation方面的問題 包括你在transport的過程當中 美國的truck drivers開多長時間 你就要休息多長時間 它有這種非常嚴格的regulations 那麼你可能就要 在你做scheduling的時候 這些都是你需要take into account的 還有的難度我覺得 就是我們前面討論這個落地的問題 它確實是需要做data scientist 或者是dev這些人 去和一線的人多交流 這個還挺難的 我感覺tech就自然地吸引了很多的introverts 很多內向的人 self selective 對嗎 就是我們可能性格原因 讓我們更容易選擇這個行業 說我每天對著電腦就好了 開會最好也少開一點 不要經常跟我講話 我們stayla已經算很外向了 但是truck driver 還是很不喜歡跟他聊天 對 我的經歷就是我得去克服自己的 這些性格上的一些限制吧 去更多的去跟人交流 更多的去和人做這種trust building exercise 並且對一線的這些人 可能不是那麼了解科技的人 多去共勤他們的處境 從他們的角度去看待 現在發生的很多事情 我覺得這個可能 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但是也是我做logistics 這些年很大的收穫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其實有一些 可能行業功底的人 在轉行去做logistics的data science 會比較容易上手或者是成功 因為他對這行業有一定的empathy 跟了解了 然後他再去學data science的東西 去解決這個行業的問題 這樣的人會不會在這個行業 反而比較容易長久的待下來 我覺得是啦 他的domain knowledge 要求比較高的一個行業 那如果你之前已經有類似的 或者說就是這個行業的經驗的話 肯定是會有幫助 但如果你是像我和Amy一樣 比較貪婪 比較貪圖新鮮感的人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以前沒有做過logistics 應該去嘗試一下 這個和Ads行業 可能是有點像一個普系 一個spectrum的兩端 我覺得去體驗一下 是真的很好的 也會發現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說e-commerce logistics 這種和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 可能你每天 或者說每周都在網上買東西 你並不知道 後面發生的這些事情 做一做 會有一個新的perspective 對這個世界是怎麼樣運作的 多一個角度吧 嗯 確實 我今天就學了很多 多了解了一下 這世界怎麼運作了 我每天都收很多快遞 也會在網上購物 但每次拿到會想說 這個package能夠 真的在兩天內 deliver到我手上 真的是過了很多人的手 無論是behind the scene 還是on the ground的人 我們今天沒有怎麼講 delivery ETA這個事情 這個也是一個 有意思的研究的領域 有很多公司 都做過這種research 就是說如果你的 顯示的這個ETA 提前幾個小時 或者是提前一天的話 它對conversion 是有一個非常大的boost 所以所有公司都在 非常積極的想說 我們再把ETA縮短一點 再縮短一點 那這個我們在tag行業 對ETA縮短 比如說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這個對於一線工作的人 對他們來說是巨大的挑戰 就比如說我以前 可能在網上買一個包裹 它晚了一天到 我就非常的生氣 做了這一行之後 我就覺得 慢慢來 如果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沒關係 確實 確實 多跟實際上在 真的在on the ground 天天工作的人 有交流以後 你就會開始 對他們的工作 產生很多empathy 然後想說 哇那其實 有時候也沒有BLB的這麼緊 因為你top down這樣 下面的所謂的optimization 其實對地上的人 都是很大的壓力 對 聽眾裡面有誰是 特別做這一塊的 比較last mile 或者是ETA forecasting的 data science的同行 也可以直接給我們留言 或者 私信我們 我們也很想要聽聽你 從你的角度 logistics這個行業 是什麼樣子的 actually我覺得 我們聽眾裡面 如果有truck driver的話 啊 應該 reach out給我們 給我們來吐槽一下 像Stella這樣的人 對對對 去她的truck那邊 洛梨巴梭的時候 她到底是什麼心情 歡迎私信來罵我 我都可以理解的 好 那我們這禮拜就這樣 今天算是有一個 特殊的episode 本來可以聊聊做蛋糕了 最後沒想要聊這麼硬核的 logistics 希望我們可以趕快錄 跟做蛋糕的姐姐聊一下天 那就希望 我們下一期的嘉賓 能夠趕快酒醒 然後我們趕快把下一期錄 下一期跟大家聊 怎麼做蛋糕 好那今天就先這樣 大家掰掰 大家掰掰